哈囉各位三菱新聞網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古婷 歡迎收看開箱古看 那我們今天呢要來開箱的就是我背後這一艘超級豪華的郵輪 它呢光是造假就已經來到一億歐元了 聽說上面的設施呢都是非常的厲害 那我們趕緊去看一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在船員的領導下我們踏入這艘來自法國六星級的龐洛郵輪日曆號 移民櫃台設計典雅內斂營造出讓人放鬆的氛圍 賓客抵達後就可以先去大廳好好休息 我現在帶來的地方呢就是船上主要的休息室也是主要的酒吧 可以看到後面的空間是相當的寬敞 而且旁邊也搭配了落地窗可以欣賞美麗的海景 而且在這裡呢會有表演雞尾酒嗨無限倡影 休息室氣派寬敞也無限提供輕食小點心給顧客享用 但當然頂級郵輪的體驗更有獨門巧思 我覺得頂級郵輪最奢華的地方都是藏在細節裡 像它在船上提供給客人享用的起司是來自法國的高等貨 一小塊就等於半隻龍蝦的價錢 從起司點心的要求就可以看出旁路郵輪專位頂級客 打造奢華假期的細膩度 而在船上住的房間更是絲毫不馬虎 我們現在來開箱船上最豪華的房間就是主人套房 它的房間加上陽台總共是6.7坪左右 而我們往這邊走可以看到床這邊是非常的寬敞 重點是除了有奢華的享受 還會有24小時的管家替你服務 房間是一個小客廳搭配臥室的格局也採用高級寢具 每個房間都有陽台落地窗可以飽覽美景 浴室內還有按摩浴缸 並且使用法國高端沐浴用品 旁路郵輪看好亞洲頂級客市場 特地選在基隆維母港 推出帶旅客先從日本南方列島開始 穿梭沈秘境小島 十一天跳島行程要價二十六萬五千元 賽台推出當天立刻秒殺 業者也透露台灣客佔所有客群的百分之二十 相當看好台灣市場 我們現在來到甲板上面了 可以看到我後面是一個非常大的游泳池 而且它還可以加熱喔 真的是超級的昇華 大家就會在這邊休息 而且會在這邊舉辦Party 即便今早基隆天氣不太好 不過依舊能看出甲板區非常豪華 整艘團共有六層樓 各項硬體設備滿足乘客娛樂需求 也找來摘下米其林十九顆星的民廚長廚 提供法式料理與各國料理 餐廳四周全面都有落地窗 可以看到大海波光鈴鈴享用美食 另外也有收藏豐富的酒窖與飾酒食服務 這次共有100多位台灣旅客 跟80多位世界各國的旅客 特地搭機來台 一起在基隆港登船出發 旁若郵輪今年在基隆港 也規劃四個行次要前往日本旅遊 而六星級郵輪的奢華享受 也讓人大開眼界 本集結束